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引起了中国众多新闻媒体的强烈关注 许武被关进精神病院也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近几个月来 对许武事件的报道成了一个禁区 自今年6月 许武从精神病院出来之后 他一直被软禁在家 他曾与多家媒体联系进行报道 都因受到各种压力而没能成形 前不久 本台记者冲破种种阻碍 采访到了许武 在我们报道这个采访之前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 1989年 许武毕业分配到武钢链铁厂工作 2000年后 许武因链铁厂同工不同筹 苛扣工资 厂务不公开等状况 不断向有关部门投诉 严重时还请假去法院与厂方对驳公堂 但数年过去了 毫无结果 2006年12月 许武去北京上访 十多天后 被警方带回武汉关押 一方面 刚成分局警察对他刑讯逼供 罗知罪名 迫使他承认去北京是为了搞爆炸 另一方面 对许武的父母进行威胁恐吓 说许武犯罪了 要搞爆炸 要判刑 还要被单位开除 而如果家属同意将许武送入精神病院待三到六个月 接受一下教育 就能出来继续上班 许武的父母信以为真 只好签字同意 于是 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 38岁的许武被送进了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精神科 然而 三个月过去了 六个月过去了 许武依然没有出院的迹象 而且没人再提出院的事情 这下 许武的父母慌了 医院说 放不放许武 刚成分局说了算 刚成分局却说 放不放人 医院说了算 在此后的数年里 许武何时能出院这个问题 就像乒乓球一样 被两家单位推来挡去 从无确切答案 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许武 一直都在寻找机会逃走 2007年3月29日 已被送进精神病院三个月的许武 就有过一次出逃的经历 当时 他用操场放风时 捡到了一段锯条 锯断病房门锁后 逃了出去 再次来到北京 由于没有身份证 无法信访 靠捡瓶子 捡垃圾维持生活 为了表达对现行制度的不满 他在天安门广场大白天点上了蜡烛 他在回答警察盘问时说 这个社会太黑了 不点蜡烛看不见 然后他被遣返 再次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受到更严密的监控 这次一关就是四年 期间 他时刻没有放弃逃走的念头 从我进去那天 都想逃走 许武在医院中无意间看到一部电影 里面的李连杰用床单搅开窗户铁栏逃出升天 于是他暗中计划起来 2011年4月19日 由于医院装修 许武从三楼的病房搬到一楼病房 凌晨两点 许武溜到一个没人的房间 用备单将窗户的栏杆拧弯 准备放弃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就不开了 准备放弃 我再试一下 没想到就开了 我觉得这是命令的安排 让我出去 在朋友的帮助下 许武与他的朋友乘高铁南下来到广州 并于第二天到广州市精神病医院 做神经心理测试 鉴定结果为 自我评价稍低 有抑郁情绪 这与当年武汉医院 给出的偏执性精神障碍患者的 鉴定完全不同 同时他们还向多家新闻媒体求救 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2011年4月27日 他们在接受完南方电视台的采访之后 父子俩准备坐出租车 离开南方电视台 不想就在电视台大院的食堂门口 他们乘坐的出租车 就被一伙武汉的便衣警察给劫持了 只享受了八天自由的许武 再次落入魔掌 当时离开南方电视台 就准备到一个 广州一家新快报 去接受采访 我们刚上完出租车了 来一帮人 把我们车给拦着了 要让我下车 把我往往拉 我父亲拉着我不让我出去 那些人先把我父亲拉出去 又把我往往拉 我拉着呢 我抱着那个出租车 那个仿佛栏 不肯下车 那些人拉 这样拉不出来 我就自己坐车子 到家中间 来到一家宾馆 我不肯下车 拉着车子 我说我不犯法 他说没说你犯法 我说我自己会回去的 跟你不相干 他们还解释 那不是我们先把你搞回去 也不是我们说了算 我们的任务就要把你搞回去 我都想想办法 他回武汉 肯定要关到精神病院了 所以我就在那个宾馆 趁着他们打电话回报 就说人一搞坏了 他们说要怎么搞 怎么搞会坐火车 我们就高铁吧 我就假装上厕所 趁机就把那个玻璃刀片 腾了进去 他们发现了 赶快抢 就抢出来 他们最后就把我的身体衣服 全部罢光了 看看他们别的什么东西 都给我收了一遍 最后什么没收到 就把我靠下来 然后他们也搞车子 把我靠到那个 网组一个高铁站 来到搞什么车票 那么警察就给曾经说 我们有任务 要先走 那个城邻就说 你们先走 你们先走 我根本打到 上高铁站在补票 然后就把我给拉到高铁站 靠着 靠着高铁站栏杆上面 有的扶手上面靠着 大概半夜12点钟 快12点 快12点了 就来到武汉了 来到武汉 他当时就有点有车子等着 直接就把我送到武汉 进了医院去了 他们也是把我检查了一下 看看就手上有伤 手靠搞得太紧了 手上都划破了 他们就搞个病房 然后又开车子 把我送到医院另个部门 拍片子 检查 确信 刀片 剥了在胃里 要做手术 要打麻药 我不同意 我说要等我父母来 再决定 他们不管多多几个人 把我按着 就打了麻药 我听他们的意思是说 好像这个 这个刀片的玻璃位置蛮好 在胃里面 搞到肠子的 我不用开刀吧 就用冻 吸管吸出来 徐武再次被警方 关进了精神病院 那么徐武的身份 到底是什么 是病人还是罪犯 如果是病人 警方为何介入 如果是罪犯 为何关在精神病院 医院说公安同意放人 就放人 公安说 医生说病治好了 就放人 而徐武的父亲 找到公安 公安说 只要徐武保证 不上访就放人 由此看来 把徐武关进精神病院 既没有法律的依据 更不是医学的鉴定 正是徐武的 依法上访 才是把他定为罪犯 或精神病人的 真正原因 今年5月4日 湖北省监察组有一帮人 刚开始 我还以为是 是要来了解情况 后来他们要做鉴定 他们后来拿出仪器 跟广州的仪器是一样的 我的小子开始做鉴定了 我就拒绝 我说我现在不是做鉴定 我现在是要回家 我回家以后 自己做鉴定 不是现在做 他们也没做 就把供给车收起来走了 后来就出来一个什么 鉴定结论 刚才就没做 搞假东西的 他说的都是歪曲事实 根本不是事实 本身我进精神病院 就没做鉴定 那些鉴定都是假的 广州记者都登出来 他是假鉴定 好像是一个人 模仿的笔记 哎呀 那个政府一贯的搞欺骗 他能够欺骗一块的算一块吧 他没想到 我这个事情 引起大家的重视了 他没想到它吧 他因为那个假鉴定 就可以 管我一层 他没想到 我能够出去 把他的衣帽给揭穿了 所以这是 做假中 经常一贯的手法 漏出破绽 他就要想办法 弥补 想办法掩盖 所以他就搞一帮人了 限制我呀 不然大家也知道真相 最重要的目的 虚武事件显示出这样一个可怕的现状 中国的掌权者 如果要整一个无辜的人 可以先把这个人定为精神病人 送进精神病院 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 及医学鉴定 就像流水线一样 按需生产出他们想要的精神病人 这种黑社会式的做法 已经成为政府迫害维权人士 和异议人士的流行手段 在那里面有 什么国务院级的专家也找我谈 他说自身是中医 大家叫他洗脑 他说国家要稳定之类的 我说你国家稳定 你不能搞迫害 你搞迫害国家稳定不了 起码是接着来了三次 他问了一些事情 结果实际上结果 但经过不认为经过 歪曲的事实 你想想他比如说我什么无故矿工 这都是歪曲事实 是因为单位武钢把我打伤了以后 我在修病假 武钢就不发我工资了 新法师说的是我矿工 武钢就不发我工资 这完全是两把事 歪曲事实 再一个他说什么 我用尖刀砍破了汽车玻璃 咬伤武钢的工作人员 这事实经过怎么回事呢 是武钢排一万人 儿子是小子监控我 又磕负过工资 我出去他就跟着 你这么搞 我现了人生自由我就不服了 我到外地找我亲戚 他期间那个武钢的 跑到我家 把我生了钥匙 都给抢走了 把我非法拘据三天 操我了家 把我到台湾的亲戚 送的美元呢 也有工艺品 这个偷跑了 找到公安机关保安也没人管 武钢派一万人跟着我 我买车票 准备上火车 他把我车票枪跑了 我给人打了一顿 我为了自卫 拿出尖刀 把这个汽车波都砍破了 也是为了自卫吧 就咬伤了一个人的手指 有个人自己用力过猛 把自己打伤了 他说我把手搞固扯了 这是四年半以前 进京店以前 他监控我当时打电话 报了警队 警察就说了 别人走路 你也走路 别人没跟着你 对徐武跨越封人院后 引发的跨省大追捕 武汉的媒体对此哑口无声 而外省媒体 却对此跨省跟踪报道 然而徐武家人 在医院围墙外 私生劣劫的汗叫声 众多媒体的质疑声 也无法把徐武解救出来 但迫于舆论的压力 5月1号 武刚和当地警方 通过新华社 发了一个通告 5月3号 武刚的发言人白芳 在电话中 回应一位女记者的质疑时 用调戏的口气 抱怨记者的电话 影响了他和他老婆泡温泉 又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件事情 连人民日报和央视 都加入了讨论 然而即使在万众关注之下 许武又被关了一个多月之后 才被释放 放出来 他们在里面就给我谈 给我谈条件 说给房子给钱 我说别的不谈 我想回家 没条件谈 回家这是主要的 他们说要谈好条件 才能回家 就一直关着 这中间呢 我看到要来找了我们家的所有亲戚 都许诺给好处了 估计 我什么没解决 我只要这个说法 他也是要给我钱 给我房子 我拒绝 我只有说法 我到底有没有见证明 我怎么搞进去 你也给我说清楚 搞一把人 看着我不准我出去 电话也被监控 被朋友打电话 打了有8分钟 掉了6次线 掉线 问他们 他说是保护 不用说监控 这些人我搞不清楚 他们有五缸的 也有警察 也有街道的 他们说是政府派的 搞不清楚什么人 每天就待在屋里板 也不出门 打电话也打不通 也打不进来 值得一提的是 2011年4月 徐武再次从精神病院 逃出后 深无分文的他 找朋友借钱 准备逃出武汉 他的朋友 为了弄清楚 他是否是精神病人 在徐武不知情的情况下 对整个经历 进行了录像 随后将录像 在互联网上 公助于世 每当徐武提到这段录像时 都感激涕铃 我刚逃出来 什么 我刚逃出来 哪里逃出来的 这个面 搞事情弄了 我光事情弄了 你说 怎么逃出来的 我把那窗户 逃出来 窗户搞成什么 逃出来的 有没有做你的 白日逃出来的 白日逃出来的 哪里逃出来的 哪里逃出来的 相亲 书 衣服 是怎么经费的 还不打官司 打进去了 哪里逃出来的 关注你们的是什么 火星光啊 哎呦 最可 不监狱都可以 刚刚刚搞了监狱 有没有打的 你不老说就不打了 你不吃药就打了 你不吃药就打了 你先打 他给你什么药的声音 他说的是自己的命药 喂 我家里找你啊 别说不知道啊 我这回啊 可能再不会武汉了 我可能想起来 我再不会浪天下吧 哎呦 我这回啊 就没打人这么火出来 你还不 我也出不来 就死了医院了 你还不 你还不 管你上次 给我弟弟喊了 你还不 不打官司了 就放我出去 给我搞了四年多 我还真正活过来没想到 你还真 真的还活过来 还真正活过来 还没想到 哎呦 差点死了 死进去了 真的跑不出来 真的死进去了 不过你做后怎么弄了 你怎么弄了 你怎么弄了 哎呀 这是你要弦的 对 这是要弦的 你这干两个 你捏 捏好 来 来 好 走一遍 嗯 嗯 要好一遍 要好一遍 一千六 好了 一千六 你给多少钱啊 一千六 嗯 说说说要给两天的 一千六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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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六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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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朋友就叫我去找他 我都去了 他录的像 我不知道 他都录的像 这些录像我看了 是都是真的 当时把我抓到 那个五干精神病 那个新发生记者 还搞欺骗 他说他们为了赚钱之类的 其实后来我想了一下 正是这些录像 在真实情况下录的 所以大家才能认定 我没有精神病 如果没这一段录像 可能 郭南长 武汉的政府 可能会一直搞欺骗所有精神病 所以我还很感谢那些朋友 偷偷录的像 让大家知道自己像 想到这些 我真的感谢那些朋友没有 没有大家帮忙 我离开医院 所以我没想到这些事情 看得出了像 我都要流泪 我真的感谢那些 徐武案是一个由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而遭政府打击报复的典型 是一个由上访作为导火索 而引起的弱者与强者的对抗 至今这个事件还没有结束 在此我们呼吁 有正义感的观众 向徐武伸出援手 使得他的冤屈早日得到昭雪 使他在这一对抗中取得胜利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想把穆黄书都よ 怪党 即可供叠的派过大的 偶尔原天的似春秋 终于呀 看乖水果头 飞越风雨 月落下广州 就为证明我不是神经病啊 恳请美梯帮我出头 美梯呀 还没接上头 一群表情大汗就把我掠走 跨手的抓不是多么可笑啊 丰富这么多人来抒走 你把势力当算个酒 我把武港还醉牛 可能是风头 可能是风头 我心中会得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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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会会得富有 我心中会得富有